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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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在什么情况呀 从CD上来看呢 是没什么大问题 放心吧 没问题 小夏 对了 你给他检查心脏了吗 我老担心他心脏有问题 他最喜欢熬夜了 还有喜欢熬夜的吗 他的心脏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熬夜 肯定是个不好的习惯 身体的各项器官 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 那么他的抵抗力 肯定是会下降的 那我现在 还能做些什么吗 他什么时候才能醒啊 现在 就只有一些发地烧 所以我再给他书液 补充点水分 放心吧 谢谢医生 唉 你们结婚了吗 你得扶扶他呀 那要孩子的话 这好我也可不行啊 现在已经出了六级剧本了 唉 我之所以压着没发呢 就想做剧本 再多一点的时候 一块儿发嘛 一方面呢 多一点 也表达我们的诚意 对吧 第二方面你说剧本的量大了 咱们不是探讨的空间 和余地也比较大吗 对对对 我明白 哎呀 理解一下嘛 这个直笔编剧 第一次接到 这么重要的项目 他们有很多 要表达的地方 差一个字 差两个字 对于我们来说区别 都很大的 诚次你放心 非常好这些 马上收到 马上一定发给你啊 嗯 好嘞 好嘞 拜拜 谢谢啊 哎 人呢 什么人 齐天山 人呢 哦 我打了 打了一天电话 还没接呢 我不是让你去他们家找他吗 我大白天去人家干什么 也许他睡觉呢 哦 他跟他邻居约法三章了 白天是不能打扰人家工作的 说什么时候了 还管这个约法三章 行行行 我真是指望不上你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不 行行行 我错了 我错了 我 我我 我去还不行吗 你真的得去啊 圆圆姐 事关重大 你跟他说啊 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必须把拘本给我发过来 好不好 行 就是要放狠话 你也就敢跟我说一说 我没有放狠话 上次我帮他拖了三天 所有的压力都我一个人扛的 他这次不交告我真的弄死他 亲不亲 你对我说干什么呀 又不是我不接你电话 你们周年俩怎么回事啊 就是 他不接你电话你就怪我 不不不 我不信 我向哪儿找他去啊 好 好了 好了 你快去啊 快去快去 谢谢你啊 一定把他找回来啊 喂 叔叔 弄着呢 弄着呢 我跟你说啊 大概十二点 肯定十二点之前好吧 我给你保证 我 我的剧本特别好这次啊 好嘞 好嘞 弄好把给你啊 您好 您好 有人吗 有人吗 您好 有人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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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好 我們不要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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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去 来 来 来 别吵 别睡觉 怎么该住晕呢 身体不也行吗 不是好几天没睡了 在家晕倒了 这不就是没睡静了吗 住这么好的幼房 我跟蓝维也没有住 这么好的医院呢 吃醋了 哪有人住院还要攀比的呀 人家是不是 为了帮我哥嘛 搞成人家这样 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呀 宝贝 你觉得这过意不去 来人有点心疼 我心疼什么呀 你来干嘛呢 你来挤在我呢 是不是 那 我去帮我 给你送我爸吃饭吃 你咋知道我还饿着呢 四路点完白了 你这照顾他 照顾他费钱忘食呢 不对呀 我照顾你 你照顾他 有问题 欧如 对着呢 你照顾我 我照顾他 他照顾我哥 我哥照顾你 这不是一个东西刚好吗 我 你把我缓绕进去 至少他给你拿了 我先给你吃饭 你能够磨磨磨磨磨 这个地方 晚上只注意一个家属被霜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别人家上班呢 你干什么 家属 一传 什么家属 家属在哪儿 哪儿呢 家属 哦 家属在这儿呢 儿媳 你赶紧 妈 妈 妈 你们收拾安定的事 那人都休息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行啊 你快回去吧 真好吃啊 谢谢啊 跟我话客气 拜拜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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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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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温水给他擦一下身体 这瓶药滴完给他按床和呼叫器就可以了 好 这是他的药 明天早上晚上什么时候醒 要第一时间让他把药先给吃了 行 可以用温水给他擦一下身体 物理降温 好嘞 谢谢啊 嗯 行 不行不行 你这段不能这么写 整段删了重新改 快点 嗯 老板 我已经很多都不写基本了 你饶了我吧 你少过来这套啊 齐连山料挑子 你有重大责任 你当时拍胸脯保证的 你说他不会脱稿 现在怎么办 啊 你不写谁写快点 行 行我写 我写你敢用吗 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叨 好好好 这样这样 你 你就别改了 你把这里面名字都改了 所有决策名字全部我改了 哎 改名字不行 他最介意了 我现在没空搭理他 我急着给人家交稿呢 六级就六级 我总得有东西先跟人家谈吧 啊 快点 名字都得改掉 我跟你说回头我找时间 我跟齐连让我算总账我 改什么名字啊 叫什么呀 你上网去搜 八十五个人以上的名字都可以用 八十五个人以上的名字都可以用 我行 行 亏你想得出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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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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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过年 有点难过 是晴天 雨天 夜晚 被情绪填满 我来陪你 我们离得那么远 怎么陪啊 我们在十二点整的时候 同时点燃一束烟花 要一模一样的时间 一模一样的烟花 这样就算我们不在一起 也算一起过年了 每个遗憾 在释怀的某一个瞬间 更勇敢 时间 时间从未替我们说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十七 二十五 二十五 九八七六 五四三二一零 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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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我们说抱歉 或许因为过于的心 也想为你撑伞至温暖 今天催债的人又来我们家了 他们还动手打了我的妈妈 我不能报警 不然他们要把房子收走了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 帮不了你 有你和我说说话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华丽 等到有一天 我有能力保护你了 我一定不会让你再受任何伤害 请来山 先不学了 赶紧趁热吃饭啊 吃饭啊 赶快 赶快 大口大口的吃 好吃吗 好吃就多吃点 快 快 快点吃快 我真的有些坚持不下去了 沐浴萌 你在吗 沐浴萌 你说过 以后会保护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re后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想我走吗 也不问我为什么辞职 为什么 咱留下那块砖头 是我找人干的 我知道你在查这件事 迟早会查到我头上 与其被你赶走 不如我自己体面地离开 我承认不嫉妒他 我让你赶走 你还行就行 你还行 我给你赶走 你还行 我第一次 我大概让你走 我一直都不想我 你还要我 你还要我 我一直都不想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吃的什么药啊 他怎么又开始吃药了 是糖 药品里是薄荷味的 他能不能正常一点 他从小吃药吃习惯了 所以就是我把他放在药品里 董事长 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好好的 不知道怎么 突然就把自己关屋里了 这个刘霞和程晨之前认识吗 据我了解 刘霞大学实习的时候 在苏城林海疗养院实习过一段时间 应该就是在疗养院那段时间 怪不得 给他找了这么多的心理执行师 他就对刘霞感兴趣 那他为什么 不找他去见见本人呢 他说他还没准备好 我也不知道他准备什么 你没事 都陪他聊聊天 别让他一个人总待在屋子里 正常的人都被门出病了 对了 董事长 游霞最近在苏城电视台 录了一个节目 他说想成为这个节目赞助商 赞助商 对 我知道了 我想想 你去忙吧 嗯 贾老师 你尽快把后面的剧本发给我 我争取一个星期之内 跟平台把那个合同敲定 合同敲定了 这个项目才问了 好嘞 曹总 您放心啊 我们团队呢 现在正在加班加点地 赶这个剧本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两天之内一定把这剧本给你 发过去 好不好 我还是必要相信你们团队的能力 这样吧 尽快发给我 我好安排财务打款 好的 没问题 好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 行 那就这样 曹总再见啊 你每次都不考虑 莎莎的实际情况 就跟人把话说这么死 那剧本能不能改得出来 改出来质量又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 你跟任余弄什么 哎呀 我发现远远 你这人特别逗啊 自从搬到这个工作室以来 你天天跟我提的最多句话 就是钱 钱 钱 我现在想办法挣钱了 搞仇 知道搞仇啊 哎呀 好了 好了 我跟你说不明白的 你这样吧 你把算账的事搞清楚 别的事你别管 我来 行吧 这档节目啊 非常贴近生活 嘉宾都是素人 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突然就叫停了 这上上下下 都有那么一点小情绪 心理咨询师这期的预告片 已经播出了 反响啊 非常不错 网上热度也很高 我们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 大众对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 还非常好奇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这份职业 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很多人都忽视了自己 心理上的问题 我们这也算是做公益了不是 你这是要给我催眠吗 不是 就是点个蜡烛 让你可以放松一点 那太好了 结婚之后 我发现她 这脾气啊 非常地暴躁 你说这女人 更年期会不会提前啊 她多大了呀 三十来岁 会更年期吗 一般情况下不会 那 那是我心里有问题 一般我们在这种 家庭成员的治疗情况 都是会去改变 你们两个互相的关系 刘老师 跟你聊了这些啊 我心里啊舒服了很多 您说得对 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我缺席了他的成长 又想让他多跟我亲近 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又没有及时出现 我还怎么向他提出要求呢 意识到自身问题是第一步 接下去你也该知道 该怎么做了 你也别着急 多给自己点时间 也给孩子点时间 是 那个 还 还有一个事情是 吴主任 有什么事都可以直说 关于节目的事情 联导们要跟你说吗 说什么呀 是这样的 赞助商啊 要撤资了 节目可能要停一下 真的很不好意思 这是台里的决定 我也无能为力 但是我今天算是 真正地体验了一下 心理咨询真是大众受益的事情 我希望这节目能成 回去呢我再跟台领导争取一下 再跟之前合作的赞助商联系联系 看看能不能把这节目保留下去 谢谢吴主任 现在您是我的心理咨询师了 您的事我必须办成 不然的话 你怎么能给我好好治疗呢 这一码归一码 节目是节目 咨询是咨询 我一定给您好好地咨询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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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谢谢刘伦老师 没事 下一次就安约好的时间来就行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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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走了 好嘞 送送你 好 我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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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这是 怎么了 景哥 老吴说啥了 你让开 都看什么呀 没见过人辞职啊 给你们句忠告啊 再年轻好好干 别等到老了干不动了 跟我一样远不见滚蛋 景哥啊 大家都有同事 也没有谁针对你 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 免得领导听到了不好 对啊 你这种装孙子的态度非常好 你保持啊 连锦衣 你别在这口不在眼呢 行不行啊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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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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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拉我 说着 拉你怎么了 发什么疯了你 说的都是什么话 你真想问他呀 废话 我根本不想聊 你个个阴阳怪气 真的我好听 别我小声点你啊 你这个样子我就不应该拉你 不用你拉我呀 真有意思 你不落井下车我就满足了 还拦我 黄鼠狼给击败你 我黄鼠狼 我要是黄鼠狼 我第一个就把你这鸡鸡吃了 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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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吃不得 吃吧点你 行 我说中了吧 整栋龙最想让我滚蛋的 其实就是你 你还在这儿跟我演上了 有意思吗 是 对 对 很对 就是我想让你走 我一听见你要卷铺盖角 走人了干不下去了 给我激动坏了 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是吗 对呀 我今天很早就在楼下猫着 我就想看看你这个岁样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好看吗 看见了吗 好看呀 就是吧 有那么一点点可怜 你说你这个岁数的男的吧 要是有事业 基本上就定型了 要是什么都没有 这辈子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别急 你心态要是不好找 刘霞给你看看去 但是工作什么都不重要 主要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你呀 你呀 听我一句劝 别老太在乎别人怎么说的 再也不急 咱们还有不好身体吗 是 是 您多好啊 您多优秀啊 您在那个经济频道 混多少年了 混出什么名堂了吗 人家康毕业的小姑娘 都当主持人了你 杨景云 那我为什么这样一起 别打数吗 这不错 我打你怎么了 谢谢你 谢谢你 那个吴主任那个 说点工作 雷晓峰是 可行 走吧 老子辞职了 辞职什么职 你给我 你给我站进去吧你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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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你别跟我 都朋友这么讲的 没看着辞职信 我不干了 你少一副破罐子 破摔的样子 那你辞职信我批了吗 没没没 怎么能又舍不得我了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一会儿来个大赞助商 你给我打起精神来 不是谁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人来 逼海集团的人来了 请进 你好 我是制片部主任 吴云深 吴主任好 你好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发起人 制片人导演 连锦云 你好 也是我们台里的老资历了 好 国内呢 目前没有我们 这类题材的节目 一旦播出 一定引人关注 谢谢呢 都在合同里面 我们这次主要来 是为了签约 你们看完以后 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修改 也不用交谈 我们直接同意 但是呢 只有一条 合同里面已经明确标注了 在节目的录制过程当中 不能更换 心理导师刘侠 否则甲方将会随时终止合同 这个你放心 换了我也换不了他 这样 我让法务马上跟您对接 好的 正好我把我们公司的负责人 还有工账都带过来了 随时可以签约 那我们等着 好 您先坐 老婆 老婆 这什么情况不行啊你 老婆 还想问你呢 这投资方是你妹妹找的 不能吧 她有这本事 她能让人指着鼻子麻吗 管她谁让她 我先对一下 对对对 让你妹妹啊 来到哪里 找她呀 上会啊 她在网上有争议 我得跟女朋友先打个招呼 对对对对 我现在联系啊 赶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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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可怎么办呢 我如果回去交不上稿 就真出大事了 那你也把药吃了再走 来不及了 喂 哥 喂 夏 在哪儿呢 我在医院怎么了 医院 你哪儿不舒服吗 不是我 我去看一个朋友 怎么了 你说 吓我一跳 行 那这样 你在医院等我吧 我去接你 好嘞 嗯 好 好 哎 哎 哎 你干嘛去啦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哥能见贾芳了吗 他等你去问啊 你什么情况啊 哎 我跟你讲话呢 哎呀 我昨天下午就写完了 我本来想着多顺两遍的 查查有没有什么错别字 结果我实在困得不行 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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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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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我终于敲稿了 啊 秦总啊 那个 剧本我这边已经 弄出来了啊 我现在 秦总啊 呃 我们这边剧本弄差不多了 呃 呃 但是有一些这个小的地方呢 我还想再过一遍啊 呃 呃 大体基本没问题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个事啊 我想跟你说一下啊 就是 我有一点想法 我想当面跟曹总聊一聊 你看方不方便什么时候 你帮我约一下曹总 好吧 呃 这个事挺重要的 所以我必须跟曹总见个面 麻烦您约一约曹总的时间 好吧 感谢啊 秦总 我等您回复啊 哎 哎 好的 好的 没问题啊 好嘞 好嘞 现在行吗 哎 我现在可以过去啊 你身体怎么样了 身体 嗯 身体 没什么事啊 身体 之前就是 太累了我就躺着睡着了 结果我那个邻居以为我有什么事 就叫一二零来把我带走 不过人家也是好心 一二零都来了 还没事 医生怎么讲啊 真没事 医生就说可能就是累着了 然后在我那个药里 打了一点助眠的 不然的话 我怎么可能一觉睡到刚才呢 这么凶 范范 我跟你说啊 除了身体健康 其他都不重要 对对对 嗯嗯嗯 哎 我问我哥看得怎么样了 哎 嗯嗯 白哥 哎 你剧本看得怎么样了 看了 看了两集 哇 你可以啊 一分钟不到看了两集啊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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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觉得怎么样 不是 哥你是不是没看啊 你肯定没看啊 不是 你就直接跟我说剧本怎么样 反正我认为啊 我认为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版了 那我就直接给甲方发过去了 发 没事 哥 你直接发就行了 相信我 哎呀 剧本写得好 你也不能嘚瑟啊 嗯 我不嘚瑟 哎 好 再见啊 哥 哎 媛媛我发给你看看吧 你也看看我这个剧本写得怎么样吧 其实 虽然写得一般 带真的 好像写得还不错 我发过去了 你看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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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去 哎呀 你能注意身体啊 嗯 我先走了 嗯 哎哎 你看一看 你看完了 你跟我说说怎么样 看一看 九十分还是九十九分 还是能 能到一百分啊 你出门找你找你 没拿手机 我走了 没拿手机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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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稿了 干点什么事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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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点事干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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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在你背后 做一个关于你的梦 和你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 午外日晒了很久 你陪着我走了很久 一直走到晚霞 打开过你额头 紧握的双手 滴过了无数的寒流 是你给了我 整个温柔的宇宙 你时刻陪伴我左右 像星星躺在月亮胸口 我们一直走 就这样一直走 在身后 一直有你跟踪 保护这一生 给你厚重的胸口 你身上情抚我额头 说你会陪着我很久 直到世界尽头 一起跟海角相拥 在等候 静静和你相拥 相信我们的爱 会走到很久很久 还记得遇见你 还记得遇见你